我们来看啊 接下来的话 咱就要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啊 开始给它嵌套对应的一些关键词了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啊 就是Distink的 Distink的话 它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是用来删除啊 重复的记录啊 这是我看东西没颜色 这怎么右键下全是回的呢 它这个啊 它这个Distink的作用的话 就是为了删除你查询这个结果当中的 就是重复行或者重复的这个记录啊 你简单去记一下 就是这个Distink的 也就是说是去重复啊 去重复的意思 这个去重复的话啊 是什么啊 是什么样的作用 比如说啊 拿咱们班来说啊 我想去统计一下咱们班的学生啊 都来自哪些地方 你比如说假如咱们班啊 加上我和张浅来说 我们俩是不是都来自哪啊 是不是很难的 对吧 那么统计书的话 只需要统计几次就可以了 是不是一次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也就相当于就是有重复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给去掉啊 去重复啊 Distink的去重复 它的语法格式的话啊 是加在我们的列之前的 就是select的 distink的 然后的话就是列名 然后form后面写上表明 相当于就是对我这个列的结果 查询出来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去除那操作啊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啊 咱统计一下学生信息表的学生啊 都来自哪些地方啊 我们先来去查看一下我们这个学生信息表里面的这个 所有内容啊 我在这的话就是select的 然后from 然后是学生信息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下啊 走 走 连这数的话大家来看 这是我这个学生信息表里边的 它的所有内容啊 你看我在去统计之前 咱们来看一下这学生都来自哪啊 北京深圳北京和江苏 但是你看现在的话 我如果统计的话 因为这个班是不是有两个学生是不是来自北京啊 对吧 那我统计的时候只需要统计几次就 对 是不是统计一次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种select的 第四 pink的 对吧 第四 四天c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警官 然后的啊 然后是from 学生信息啊 走 这样的话 您统计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只有这三连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班的学生就来 来自这三个地方啊 北京深圳和江苏的啊 只有来自这三个地方的学生 这是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第四定格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大家明白啊 第四定格的话 它只针对一个列来进行一个去重的啊 要明白啊 就是一个第四定格的只能去修饰啊 一个列啊 只对当前这一个列来进行一个去重复的操作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去重的啊 去重的这个第四定格的关键字啊 它的使用相对来说啊 还算是比较简单 只需要嵌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啊 只不写的时候啊 这个词别写破了啊 DS TNCT啊 这是去重复啊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 就是别名查询啊 这个别名 我首先和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别名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另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的名字 真名是不是叫李全啊 对吧 然后小名叫什么来的 大狗啊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含义啊 就这个别名啊 别名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 给他另外几个名字啊 因为这块引入别名的话啊 其实是为了我们在后面去讲聚合函数的时候啊 来去做铺垫的啊 所以说咱把这块提前把别名给讲出来了啊 他使用我们这个select的语句啊 先来看对别名的一个描述啊 使用select的语句去查询我们数据的时候啊 可以去使用别名的方法 根据需要对数据的这个显示的标题来进行修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 我们往这来看一下啊 大家去想一下 刚才我们在去做查询过程当中的话 默认情况下我查出来的 你比如说啊 我拿这个详细表来说吧啊 你看我走一下啊 走 你看查出来之后的话 我虽然把结果是不是给查询出来了 对吧 你看每一个每一列的结果 是不是也对应有一个什么来的 是不是有一个标题啊 对吧 默认情况下这个标题就是咱的什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列名啊 对吧 你看这一列的值是不是对应的是学号 这一列的值对应的是班级编号 然后呢姓名姓编号机关 默认情况下 查询结果对应的标题是咱们的列名 那这样说的话 就是说我能不能比如说啊 我对于查询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 我想去更改一下 它最终显示对应的这个标题的名字 这样的话 其实是可以就用到我们这个别名的一个查询啊 别名的一个查询的话啊 在这的话就说是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啊 就是它格式在这儿的啊 别名查询第一种格式 我就不给大家去总结了啊 就是select然后列名空格 写上我们的这个别名 只不过这个别名的话啊 用单引号给引起来的啊 其实这个最好加个单引号 你要不加的话 其实它也不会算你错啊 就别名给引起来 因为这样加单引号的话 就是我要区别出就是 哪一个是列名 哪一个是别名啊 然后form后面再写上我们的表名啊 就是每一个列都有一个别名 如果有多个列的情况下 大家记住啊 就是在这儿 逗号隔开 后面再写 比如说我的列名啊 然后再写上我的这个别名啊 别名啊 然后在逗号隔开 比如说列名三 然后空格再写别名三啊 这是它的这个格式啊 这是它的这个格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这个别名的一个使用啊 下面这个例子不用去记啊 大家只要把它格式给加了就OK了啊 这个记完了吗 完了完了那我就切出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如咱就还是以这个学生信息表来说吧啊 我当前把没列的值啊 我都给大家起一个别名啊 显得高达上一点啊 就显示上最终的这个标题啊 都给它改成英文的啊 那在这的话我们来看啊 也就首先啊 写上我们的这个slack的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学号对吧 学号我给它起一个别名 我们说叫做sno 然后逗号隔开 是不是在写第二个列啊 对吧 我们的这个班级编号对吧 班级编号对呢 英文单词什么来着 我知道了吧 我教你们好了啊 班级编号 这才懂了吧 知道不啊 这是啊 这是它的这个英文单词啊 然后呢 逗号隔开啊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第三个列 我们说是 是不是姓名啊 对吧 姓名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内蒙啊 也行啊 给它内蒙就可以啊 然后第二 下面这个是 是不是姓别 对吧 我为了给大家演示方便 我把每一个列都给它起个别名吧 啊 这个是 Sex 对吧 然后逗号隔开 还有一个是 是不是习惯 对吧 习惯 习惯 对吧 习惯的话 我说是给它一个 然后希望积极 割弯罐啊 就这个啊 这是不是就 这是不是你看每列 我是不是都给它起了一个别名了 对吧 然后后面就寄 也就是寄写 就是from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学生 信息 对吧 然后逗号给 分隔开啊 走 你看这样的话 你看查询内容不变 但是每一个内容是不是对应了这个标题都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都改了 对吧 也就相当于啊 这个其实就是别名的一个作用啊 默认情况下是列明 但是呢 我可以通过别名的方式去改 也就是去修改它显示的这个标题啊 像这个标题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也就是这个第一种情况的别名查询啊 这是 格式啊 可千万别错了啊 格式千万别错 就是列明空格别名 如果有多个列的话 祝您都好 各开啊 我们来看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使用了一个关键词 其实和第一种格式很类似 但是多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就是爱字啊 就是select的列明 然后爱字后面再写上别名啊 那有朋友说那我还不第一种格式呢 我在这还加个爱字 万一再写错了 是不是还运行不了呢 对吧 但是呢 其实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话 很多人也就是把这个爱字是当作别名的一个观念字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一旦说到别名的话 他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就是这个爱字 通过爱字来指定别名啊 那要把这个格式给加 加之后的话 下个休息会在下节课